各位好,我是彭外申 港股今天在地產股的下跌下 令到指數進一步下跌 並且跌的幅度來講 都曾經是超過1000點 最主要是市場擔心 內地方面對於本地的地產股 整個遊戲規則會出現一個明顯的更改 令到很多投資者擔心 一些拿著比較重的土地儲備 尤其是一些農地的土地儲備的本地地產股 例如恆基、新世界等 他們整體的股值會出現一個很大的下跌 因為大家都擔心 如果他們真的要配合特區政府推出一些房屋政策的話 很大機會他們需要將他們現有的土地儲備 以一個比較低的價錢 在市場上推出一些項目 這個也會影響到他們整個股值之外 更加影響到他們未來的整體盈利的方向 以現水平去看 其實不少的本地地產股 他們在各國的整體股價上 和他們所謂的資產政策 都出現了差不多四成的折樣 其實股值是比較便宜的 不過如果一旦在整個遊戲規則已經不同了 所以大家會將整個股值上有進一步下跌的機會 也會影響到港股的整體股價走勢 在現在看市場上還是比較擔心幾個重要的關鍵因素 其一就是看美國那方面 什麼時候真正去談及收水的時間表 第二就是看恆大的事件 因為恆大的事件觸發到不少投資者的避險情緒 因為都擔心若果他們在短期內 真的出現一個沒有辦法去還利息 甚至是本金的話 就很大機會會出現一個破產的風險 發出來的影響 尤其是對於一些內地的金融股份 影響會比較大 總之就是部分的銀行 他們在借貸上已經先行做了一些抵押品 對他們應該的影響是相對性的 但是始終來講 恆大的產生的風險 都令到很多投資者都是為之卻步的 也因此看到恆大相關的股份 再加上內地的內房股 都跌了一段時間之後 沒有辦法呼吸反彈的力度 也可以這樣看回恆子去到現在這個時間 整個的反彈的動力都是不足的 以現水平看回恆子在短期 再進一步是試了今年的低位 並且在早段的時間來說 跌穿過24,000點 都令到大家來說是有一個挺大的風險的憂慮 在現水平看 整個走勢都是維持一個叫做一底低一底的現態 唯獨是RSI仍然還是做到一底高一底 若果在RSI仍然是維持到一個牛匯池走勢的話 其實還是不排除整個市場 這一段的下跌 未必會觸發到另外一個更大的下跌風險 所以看回今天跌了821點 跌幅達到3.2%底下 成交反而只剩下1,400多億 都是屬於一個比較低的成交額的日子 都可能反映著內地放假 而市場上高 沒有一些新的焦點底下 就觸發到一些投資者來說 先行斬攬離場 都可能令到股價上下跌是跌得比較多 短期來說 還是要看著整個外圍走勢 無論是說美股也好 甚至短期來說 整體的資金流入港股的情況 有沒有一個改善的跡象 都會反映到接下來的港股 在短期的下跌空間 會不會有再進一步擴大情況 而現在看回 暫時還是繼續留意 保利加通道的底部已經輕輕跌穿了 短期來說 可不可以先修復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繼而逐步逐步回穩 令到持續下跌的形態 扭轉過來 都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去決定個市 可不可以在短線上 企圈大約24000的水平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